哈囉 鄉親 再度來到晚上八點鐘 在八點五十分新臺灣加油 之前居臨天下式的直播 今天直播為你邀請到淡江大學 戰略研究所教授歐明顯老師 你知道美中談判了一個破局 川普說要即將下一波 要對三千兩百五十億美元的中國貨 來瞌睡了 但是貿易戰未來到底怎麼解 因為分歧談不攏狀況底下 習近平決定祭出三大招來回擊嗎 有用嗎 談判無功而反而被嗆 劉鶴現在說法是說 已經做好了因應準備 但是呢 拋售債券包括了扁人民幣 挺買黃豆 中國的三招真的可以擋住 美國這種重大的開閘的大動作嗎 當然呢 我們看到中國的官媒都說 美國霸凌我 急著對內來呼籲中國絕對不是軟柿子 可以看得出來雙方面都有各自一些最新的一個策略 所以汪老師怎麼樣看未來中美貿易談判 我們看到川普已經打算有相對大的一個動作了 25%不止兩千億還有三千多億 可能情勢會怎麼演變 這個是一步一步的 因為我們如果從談判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我的籌碼多我就可以耗盡一下來慢慢來用來對付你 那麼現在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那因為主要的是中國對美貿易產生所謂的這個逆差 也就是說中國順差 那在做後的理想法 當然美國也有多籌碼來應用 那我可以透過關稅的增加 來對你造成壓力 來讓你屈服 因為整個美洲貿易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說 怎麼樣來減少美洲的貿易逆差 那麼加點貿易逆差 如果能夠減少 一方面川普上來講說 我已經讓美國再優先了 我已經增加更多的美國的稅收 那麼對我的選舉有幫助 因為他說沒有一個總統像他一樣 讓這個他任內三年 讓美國的就業率提升 事業率下降 不過整個這個是有利於他下一步的選舉 那麼處理中國這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中國這個這麼大的國家 跟美國交往這麼久 那不管說是美國的政策 讓中國起來 讓中國賺錢 但是美國也賺了錢 美國會發達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懲罰 這樣一個國家的話 你必須要考慮到說 會不會有後座力出現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說 習近平準備用拋售債券 然後這個讓人民幣貶值 或是減少對美國人民的購買 那事實上這三點 對川普來講的話 他已經早在他的這個模擬牆帳道中 中國會這麼做 那他已經做好準備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只是一個表面上的問題 因為從五月十號 劉鶴到美國談判 回去這個中國大陸之後 他提到說有三個關鍵點 那沒辦法談 那第一個關鍵點是強調說 你要先解除對中國的這個產品的關稅 你才談嘛 那你不解除關稅 不給我一個下來接 我怎麼跟你談這個貿易協議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去年在阿根廷 這個G20的會議當中提到說 習近平答應說要跟你買多少產品 但是你不能說 透過這個新的討論 他們做要增加購買產品的數量 也就是說你不能隨便這個要價 那第三點最重要就是說 在整個經貿協議的文本當中 要有一種平衡感 那所謂平衡感就是說 你不能用一種很 某種程度羞辱的用語 或是貶低中國用語 或是說來放在上面 因為這個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如果中美貿易簽訂這樣的協議 然後這個文本當中 又有這些用語的話 那對中國是很不利的 那換言之所謂的不利的用語 就是說中國竊取或是駭取 美國的高科技產品這種用語 所以我覺得這三點是未來可能就會去思考 好 中國的政權遭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危機 尤其在美國的第七艦隊 在今天公開表示 美軍的驅逐艦 勞倫斯號跟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在印度海軍 菲律賓海軍 他們今天證實的確通過了南海 那從我們看到這個場景當中 其實告訴我們被外界解讀 是美國加強這個地區的盟友 進行專業合作來維持印太地區的和平 所以這個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美日中印飛等各國的艦隊 是參加整個東協的防長的擴大會議 所進行第二次海上安全跟反恐演練結束之後 在韓國的釜山海域操演之後 等於五號由台灣東南海峽進入的巴士海域 南下到新加坡進行第二階段操演 海軍這手拉法夜艦來辦航 所以很顯然 他們證實的確有這樣的一個軍事操演 所以這些都是值得關注 非常謝謝汪老師也持續鎖定 稍後的八點五十分的新台灣加油 因為有關中美貿易大戰之外 香港最新情勢還有郭文貴 怎麼看這個事情 包括汪洋的談話 七十家媒體 鎖定 等一下新台灣加油 謝謝汪老師 我們再會了 拜拜 好 中文字幕置信息 中文字幕採訪 中文字幕及時分 中文字幕旨 中文字幕支出